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画家手中的魔法棒能够操控观众的情绪 想象一下 如果范高的星叶不是那么深邃的蓝色 而是换成了粉红色 这幅画的感觉会完全不同吧 说到市场 色彩在艺术市场中的影响力也是不可小觑的 你们可能不知道 某些颜色在特定时期会特别受欢迎 比如 在19世纪的欧洲 蓝色颜料非常昂贵 因为它是从稀有的矿石中提取出来的 拥有一幅充满蓝色的画作 意味着这位画家或者收藏家非常富有 这就像是今天的奢侈品包包一样 拥有它们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再来 我们谈谈色彩的心理学 你们知道吗 某些颜色能够影响我们的购买决策 这就是卫视模 很多餐厅会使用红色和黄色 因为这些颜色能够刺激食欲 同样的道理 画作中的色彩也能影响买家的决定 曾经有一位画商告诉我 他发现那些充满暖色调的画作 总是卖得特别快 因为它们能够给人带来温暖和舒适的感觉 最后 我们来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 你们知道毕加索的蓝色时期吗 这段时期的画作 几乎全都是蓝色的 充满了忧郁和孤独的情感 据说 这是因为毕加索当时非常穷困 蓝色颜料 是他唯一能够负担得起的颜色 结果 这些画作后来成为了艺术史上的经典 价值连城 这真是应了那句话 穷则变 变则通二 总结来说 色彩在画作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不仅能够影响观众的情感和心理 还能在市场中创造价值 所以 下次当你们站在一幅画作前 不妨多花点时间 感受一下那些色彩带来的视觉交响吧 好了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希望你们都能成为色彩的鉴赏家 发现画作中的无限可能 下课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雕塑的形态迷宫 市场的立体探险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进入一个 充满曲折和惊奇的世界 雕塑的形态迷宫 并且探讨它在市场中的立体探险 准备好你的探险帽和放大镜 让我们开始这段奇妙的旅程吧 首先 让我们从古代开始说起 古希腊的雕塑家们 像是菲蒂亚斯和普拉克希特列斯 他们的作品就像是雕塑界的超级明星 这些雕塑 不仅仅是石头或青铜的块状物 它们是神话和人类理想的具象化 想象一下 当时的市场上 这些雕塑 可是皇室和富商们争相收藏的宝物 你可以说 这些雕塑 就像是古代的蓝筹股 价值连城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雕塑的形态和市场价值 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来到文艺复兴时期 尼开朗基罗的大卫 成为了雕塑界的巅峰之作 这个时期的雕塑 不仅仅是艺术品 更是技术和人类智慧的结晶 市场上 这些作品的价值 已经不仅仅是金钱可以衡量的了 它们成为了文化和历史的象征 进入现代 雕塑的形态 变得更加多样化和抽象 亨利 摩尔和亚历山大 考尔德等现代雕塑家 它们的作品 有时候看起来像是来自外星的物体 这些雕塑在市场上的价值 也变得更加复杂 你可能会问 为什么一块看起来像是随便弯曲的金属 可以卖到天价 这就是现代艺术市场的迷人之处 它不仅仅是物质的交易 更是观念和创意的碰撞 说到这里 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有趣的故事 20世纪初 杜上的《拳》 一个倒置的小便池 震惊了整个艺术界 这件作品挑战了传统的艺术观念 并且在市场上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有人认为这是天才之作 有人则认为这是对艺术的侮辱 无论如何 这件作品最终成为了现代艺术史上的经典 并且在市场上获得了极高的价值 最后 我们来到当代 雕塑的形态和市场变得更加多元化 数字技术和新材料的应用 使得雕塑的创作和展示方式变得更加丰富 市场上 雕塑的价值不仅仅取决于作品本身 还包括了艺术家的名声 作品的历史背景 以及市场的需求等多种因素 总结来说 雕塑的形态迷宫和市场的立体探险 是一个充满惊奇和挑战的旅程 无论是古代的神话英雄 还是现代的抽象形态 每一件雕塑都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 而在市场上 这些雕塑的价值 也随着时间和观念的变化 而不断演变 希望今天的分享 能够让大家对雕塑的形态和市场 有更深入的了解 也希望你们在未来的探险中 能够发现更多的惊喜和乐趣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画廊的奇幻之门 市场的梦幻入口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画廊的奇幻之门 市场的梦幻入口 这个题目听起来有点像是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 但其实我们要谈的是艺术市场的神秘与魅力 首先让我们从画廊的历史说起 画廊的概念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 当时的艺术家们需要一个展示自己作品的地方 于是 富有的赞助人和贵族们 开始在自己的宅邸中设立画廊 展示他们收藏的艺术品 这些画廊不仅是展示艺术的场所 更是社交和文化交流的中心 想象一下 当时的贵族们在画廊中品酒谈天 讨论着达芬奇的新作 这画面是不是有点像 现代的艺术展览开幕酒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 画廊逐渐演变成为商业机构 成为艺术市场的重要一环 现代画廊的运作模式 其实有点像是魔法学校的分院帽 能够精准地将艺术家和收藏家匹配起来 画廊主就像是魔法师 他们需要具备敏锐的眼光和丰富的知识 才能在众多艺术作品中挑选出潜力股 并将其推向市场 说到这里 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有趣的故事 20世纪初 巴黎的画廊主保罗 杜兰 吕二 Paul Durand Rowe 就是这样一位魔法师 他在当时的艺术市场上 发现了一群年轻的印象派画家 包括莫奈 雷诺阿和德加等人 当时 这些画家的作品并不被主流市场接受 但杜兰 吕二坚信他们的才华 冒着巨大的风险 购买了大量作品 并在自己的画廊中展出 最终 他的眼光得到了证明 这些画家成为了艺术史上的巨匠 而杜兰 吕二 也因此成为了艺术市场的传奇人物 画廊的奇幻之门 不仅仅是艺术家通往市场的入口 也是收藏家们寻找梦幻之作的地方 对于收藏家来说 走进画廊就像是进入了一个宝藏洞穴 每一幅画作都可能是未来的经典 当然 这里也有一些幽默的故事 例如 有一位收藏家 在画廊中看中了一幅抽象画 觉得他充满了深意和情感 于是决定购买 结果 当他把画作带回家后 发现这幅画 其实是画廊主的小孩 随手涂鸦的作品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艺术的价值 有时候真的取决于观者的眼光和想象力 总结来说 画廊的奇幻之门 是艺术市场的梦幻入口 充满了给予和挑战 无论是艺术家 画廊主 还是收藏家 都在这个奇幻的世界中 寻找属于自己的魔法时刻 希望今天的分享 能让大家对画廊和艺术市场 有更深入的了解 也希望 你们在未来的艺术旅程中 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奇幻之门 谢谢大家 各位同学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非常高兴 能和大家一起探讨画作的色彩狂想 雕塑的形态迷宫和画廊的奇幻之门 我们从色彩的情感力量 到雕塑的历史演变 再到画廊的市场运作 一路走来 感受到了艺术市场的丰富与多变 总结来说 色彩在画作中 不仅能够激发观众的情感 还能影响市场价值 雕塑从古希腊到现代 形态和价值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 而画廊作为艺术市场的梦幻入口 扮演着发掘和展示艺术作品的重要角色 深入分析来看 色彩的选择 可以说是艺术家与观众之间的一种无声对话 每一笔色彩都在讲述一个故事 而雕塑的形态 则展示了艺术家在材料和技术上的创新 市场上的价值 也和这些创新息息相关 画廊则像是艺术市场的魔法学校 画廊主门的眼光和选择 往往决定了哪些艺术家能够脱颖而出 哪些作品能够成为经典 我的观点是 艺术市场就像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迷宫 每一个步骤都充满了未知和惊喜 无论是艺术家 收藏家还是画廊主 他们都在这个迷宫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宝藏 正如我们在课堂上讨论的那样 艺术的价值不仅在于其物质形态 更在于它所传递的情感和观念 好了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都能在未来的艺术旅程中 发现更多的惊喜和乐趣 下课 最后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你们对今天的内容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让我们一起来交流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